大家好,欢迎来到轻盈小卓的频道 我这七年的园艺时光,做了两年的园艺频道 越来越深地感受到,在中文园艺区 园艺频道内容越好越无人问津 在园艺中文区,无论是国内还是海外 华众取宠的频道是粉丝最多,最受欢迎的 而优质内容水准最高的中文园艺频道 却没有几个订阅或者粉丝 我在YouTube发布了我十几个视频,20300观看量 有101位订阅者 我现在在YouTube每月有6-7000的观看次数,这也不算差了 虽然不如抖音,至少比B站好一些 我在B站有2084个粉丝,月播放量也才9000 小红书的哭蹄猫后花园有1781位粉丝 B站的乌雷拉295630有4731位粉丝 YouTube的园艺时加可能是被别人搬晕的 发布了126个视频,有2160位订阅 光合作用种草菌翻译发布在YouTube的园艺世界 只有几十观看量 这真是让人哭笑不得了 BBC的园艺世界节目可是世界范围 水平最高最受欢迎的园艺节目啊 这些有专业素养和客观全面性的优质频道都无人问津 为了卖花或者流量整天忽悠大家的营销号少的有几万粉丝 多的有几十万粉丝 营销号拼命讨好大众 整天说些大家喜欢却违背客观事实的话 营销号为了卖花会努力吹嘘他们的乐迹多么完美 都是大花浓乡绝对抗病很好 他们为了卖花或者流量会努力展示乐迹最好的状态 为此打了多少次要不会说 淋雨烂包有多难看不会说 百度搜索基本都是不真实的内容 至少不够全面 甚至荒诞不惊 比如开花三百天 谷歌也没有更好 看看蓝色阴雨月季淋雨后多难看没有人讲 粉色龙沙宝石也是典型例子 花期维持一记 这是张嘴就来乱讲乱编吗 抗病能力强 我看你根本不知道乐迹抗病的定义 为什么中文区有这么多华众取宠的频道和内容 因为大家喜欢啊 因为新手小白只看表面 瑞典女王就是经典的例子 有无数营销号都吹捧过瑞典女王 实际在中国瑞典女王就了解了营销号的骗术和嘴脸 如果能以此为鉴就可以分辨真伪 我可以分辨真似的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